我欣欣苦苦攒的这张票 投给谁好呢 你投给谁了 还没投呢 帮我投给洛神 你真要投给洛神啊 洛神是春季赛的冠军 经验也更丰富 但是下雪状态也很好啊 想赢的话就投给洛神 概率大 支持偶像就投给天工 不如我们打个赌吧 谁押的队伍输了 我们就答应对方一个要求 这样可以增加点趣味性 可以 比赛好像开始了 拿自己果汁啊 对 天工目前状态都很好 还有个菜文机 怎么手啊 并且并且一并击什么 二十秒 我们还有一个跑车 正面很能 请刚驻水晶并线 带进去 进去啦 二十五秒 恭喜洛神 一名拿下 刚才差一点 就把洛神的水晶给推掉了 最后抗重压力 递波反分带进去 前趟是上当的 没问题包 我们已经准确看到江秀 只要绕到后 就能瞄不清 来 三个 回推 就不到这四个人 太漂亮了 这么快战 顺瞄不清 对 耶 真回来了 十二分钟 你看你看 我就说天工队很厉害的吧 嗯 这局他们角色很不好 我用自己的选线 二线 你拿二张飞 发过 我叫一大 我回头 直接还哪张飞 我用自己的选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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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局是太厉害了 要是我都死一百回了 我用自己的选线 你能怎么打 正面你看 打不死人 进来 全都抬下了 哎呀 下雪被急伤了 洛神还是很稳的 我用自己的选线 哎 你觉得 我用自己的选线 真的不好 对 他们选择了一个 先知主宰的地方 帮忙说这一位是 桌子又不得架起来 有六到八个线 一个男孩子 睫毛怎么长得那么好看 最近在忙什么呀 不是说了要从研究院离职吗 和研究还那么重 看这么几烈的比赛 都会睡着 这角度不太好屁呀 随时 随时 在抬起 大家好 也许 老尔 这个 这 这 像 第一 难道没被我擦醒 没见我这么近 悄悄的悄悄的地 我 我那个 你要拿什么东西啊 举子 谁赢了 你猜 我猜 你输了 对 我输了 好 那你提要求吧 月底生日 想要什么礼物 是你提要求 我们打赌的 要求就是 告诉我 要什么礼物 那我不会客气哦 别客气 太突然了 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吧 嗯 余老师真是太直男了 哪有送礼物还问别人呢 难道不是突然拿出来才是惊喜吗 学赛结束了 再过几天就是颁奖典礼 你想好选哪些职业选手 做你的队友了吗 我还在想礼物呢 你有什么建议吗 第一人选 天宫 周寅 天宫的决赛 虽然输给洛神 但是作为队长 是比赛场上 少有的全能型选手 我还以为你会推荐洛神的人呢 洛神实力当然很强 但是他们最强的地方 在于整体的配合 好吧 反正我也蛮喜欢周颖的 嗯 周颖长得也不错 人家才十九岁 年龄都知道 注意周颖的打法 有看出什么吗 有看出什么吗 什么 这几天跟你排位 我在模仿周颖 他常用的英雄 打法习惯 行为模式 等比赛时 你会更加地熟悉他 更容易跟他配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